城中城事件過後引發許多民眾開始檢視自家建築安全是否足夠 而中央未來也將調整法案強制大樓成立管委會 對此高雄市議員林聚鴻也提到 未來高雄也將要有相關的地方條例 全方位的照顧民眾安全 這次的城中城大樓火災的事件 凸顯出法令跟行政執行上面的一些不足 未來高雄市政府已經準備要推出了高雄市公益大廈的 這樣的輔導的管理自治條例 那我們在議會一定會支持 甚至會去思考說這樣的法條內容哪裡有不足的部分 我們都會請市政府在定自治條例的時候 審議過程會列入考慮 而擔任城中城調查委員的高科大教授蔡康中也進一步提醒 在事件過後除了政府要做相關的調整之外 在民眾居安思維的觀念與責任也顯得特別重要 事實上回歸到最真實的消防或安全問題 務實一點來看的話 民眾還是回歸自己的安全嘛 你自己都去把你的環境破壞掉了 政府規定了你都不好好做 最後怎麼怪政府呢 所以我覺得藉這個機會 我們是不是一起來想這個問題 而在法規與預防準備之餘 高雄市議員林玉凱也認為 民眾觀念與日常的教育 也需要公司部門一同努力 為民眾培養正確的觀念 那其實還有很多是可以透過消防宣導 比如說我們現在消防隊有一群很熱心的婦女宣導隊 他們有種子講師也培訓了很多的種子講員 他們就到社區裡面去跟民眾宣導電器管理 用火安全 消防的基本概念 這些都是非常需要大家來了解的概念 陳仲誠事件令人悲痛 但學界與多位明代都希望能夠趕緊盤點 相關程序消防設備之不足 並且儘快的加強完善 避免憾事再發生 記者潘志光 潘文玉 高雄報導